秀場天王諸葛亮傳奇 就在高雄藍寶石歌廳誕生 全省主持人很多 你直接追加就跳得出來 你不會直接豬跳不出來 1985年 三立影視發行諸葛亮歌廳秀 把台灣秀場文化搬進錄影帶市場 那個時候大家很喜歡 藍寶石的歌廳秀 所以就會把它製作成錄影帶 然後在錄影帶店 就大家爭相的要去租界 因為有時候在家裡就看到 那歌廳看又一樣 所以就變得多少有點影響 從傳統西餐廳到電視機 再到可以辦演唱會的 現代化大型舞台 藍寶石歌廳秀睽違多年 將重回觀眾視野 藍寶石的起源地就是高雄嘛 對 那所以我們的史副市長 其實早就已經有這個復案 想要再復刻這個藍寶石的演唱會 高流剛開幕嘛 那我們又有一套就是 獨步全台灣的這個D&B的 沉浸式音響 最適合來重新詮釋這段歷史 四月三十 五月一號連續兩天 藍寶石大歌廳真愛秀將重現 快把握機會搶跳 不要錯過 三新聞高雄綜合報導